我們現在生活周遭裡面 太多這種山西的元素 我們想要獲得科技帶來的好處 其實我們某種程度 我們必須對科技要有一定程度的理解 理解最好的方法就是動手做 實際上去做一個 我叫彭宇豪 大家都叫彭大海 從以前就是對電子這方面很有興趣 包括寫程式也是 所以我會常常做一些 跟程式跟電子有關的這種小玩意兒 比如說像這一台復古的麥金塔電腦 Mac電腦 它的第一代就是長這個樣子 所以我就用瓦韌紙板 復刻一台這樣的造型 裡面再跑一種叫做模擬器 所以它就會在裡面跑出以前的樣子 午餐選擇器 純粹電晶體電路的應用 我就設計一個這種東西來決定 我今天中午要吃什麼 從小就是把那個任天堂拆開來 因為小時候很喜歡拆東西 很著迷說它到底是這麼運作的 然後一直到前幾年 比較有時間比較有機會 我就開始試著要去組一台自己的遊戲機 它就是一台小電腦 可是我把它設計了按鈕跟搖桿 讓它變成是一台可以玩的掌上型遊戲機 它就會像一般我們小學生在玩的Squatch 在電腦上面的畫面一樣 它本來的設計是這個 用電腦才能操作 我現在的做法就是 我把它小型化之後 它就會有一模一樣的功能 那我是利用我們俗稱的素媒派 它是一個沒有鍵盤滑鼠螢幕的電腦 來做這些程式的運作 會一直修改它的功能 所以它會有不同的版本 它目前為止還是在Prototype的階段 就是圓形機的階段 那如果要生產的話 它必須要再做一些生產上的調整 你要先有圓形 然後驗證好之後再去量成 你把一個東西從無到有做出來 你學的東西最終到底你有沒有理解 你可以透過你做出來的東西去驗證 我會很喜歡就是 去推廣電學的科普化 盡可能的把我知道的這些姿勢 把它轉化成一般人可以懂的語言 像遊戲機也好 光劍也好 這都是平常業餘的時間 拿一些多餘的材料去做的 所以我只是把以前工作上的經驗 去應用在我的興趣上面 可以說是一個從小的夢想 然後後來活到今天 終於把它稍微實現出來一點這樣子